你是妖狂,還是不行? 龔大義加深日常使用母語的比例 逛菜園認識小農辛勞 不只拍影片上傳YouTube 還有人製作台語Podcast 在網上發起集資 開發文創商品 活用當下最夯的傳播手法 進行理念倡議 他們來自世新大學資傳系 世新資傳系畢業成果展 但連續16年啟動校內展先行 校外展隨後登場的形式 今年以人造風向為主題 學生們直面疫情 果斷決定將校內實體展 搬上虛擬世界 手中互動與趣味 體驗不打折 擴散更全面 我們選擇Gathertime作為我們的線上展監 比較大的因素 其實是因為它有趣、活潑 而且它在線上展監的部分 可以發揮比較多專題的創意 因為我們可以遷入我們網站、影像 以及社群的連結 那也符合他們今年人造風向 就是過去的風都吹在我們的空間 看不到 但是現在數位上面 就無遠佛界的把這風吹得更遠 因應情勢隨機應變的數位測展能力 以及創意執行極戰力 備受師長肯定 實行資傳系學生 活用系上特色與四年所學 不論線上線下都展現習近美麗 同學的所學的部分在數位轉型這邊 其實還蠻吃香的 那我們現在在數位傳播 然後數位策展 或者是數位相關的一些服務 那都是同學目前的強項所在 學長眼中 資傳系學生已經成為資訊傳播設計師 也因為長期沉浸在網路資訊技能 與知識培養 畢業生平均薪資表現 高級校排名之冠 實力在B站中一覽無遺 站穩數位時代攤頭寶